我嫁给了少年将军 将军一心只有征战 我随军根行 积劳成疾 后又被敌军俘虏 挂在城墙上 将军为了大义 一箭射死我 一睁眼 又回到泽旭那日 长姐慌张地握住了我的手 二妹 你素来体弱 不适合嫁入将门 不如我代替你嫁过去 而我讨厌内宅 你聪慧沉稳 一定可以应对 我们换嫁吧 原来 长姐也重生了 我点头 好 不知换婚后 是否能改命呢 重生归来有半日了 可胸口还是隐隐作痛 前世 敌军将我绑在城墙上 威胁顾渊退兵千里 可顾渊乃大中名将 一心扑在战事上 他又岂会为了一个女子 而耽搁了军情 我在边关病倒 他指命婆子照顾我 从未露脸 我被掳走 他自然也不会舍弃大义 其实 我并不拒死 尤其是为了国家大义而死 可我还没喊出一句 荡气回肠的宣言 就被顾渊一箭射死 正中心脏 好歹 也让我临死之前出一下风头呀 比如 我会高呼 夫君 不必管我 为国而死 是我的荣幸 可惜 我没能成为金国 就死在了顾渊剑下 我死后魂魄未散 亲眼目睹这一战 将士们士气高涨 都夸顾渊大义 最终 我朝大获全胜 顾渊替我收尸 单膝跪地 盯着我看了片刻 只道 若有来生 不要再嫁我 顾渊是个好人 更是一位好将军 但并非好丈夫 我与她的婚事 也仅仅是因为家族联姻 谁知 我当真又重活了一世 我正愁着如何毁婚 毕竟 楚家与顾家 早就定下了姻亲 这时 长姐几乎奔到了我面前 我与长姐是嫡出的同胞姐妹 但性格 体格皆迥异 长姐自幼体贱 为人爽朗 只爱武装 不爱红装 而我则体弱多病 善读书 喜谋略 长姐慌慌张张 一把抓住我的手 二妹 你素来体弱 不适合嫁入匠门 不如我代替你嫁去顾家 而我讨厌内宅 你聪慧沉稳 一定可以应对孟家内宅 我愣住 长姐干脆更直接 二妹 你我换婚吧 我实在太诧异了 难免会多想 长姐 你 长姐脱口而出 二妹 你且听我说 我可能重活了一次 果然 长姐也重生了 我二人交换了信息 方才得知 前世我死后没几天 她也在孟家内宅 被活活气到吐息而亡 孟家内宅复杂 各怀心思 就是一个小江湖 我稍作思量 既然这两桩婚事 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那咱们自救的办法 只有一个 长姐点头 嗯 唯有换婚 爹娘只有两个女儿 将我与长姐 视作掌上明珠 所以 家中同意了换婚 我爹是当朝丞相 楚家提出换婚 故 孟两家并无异议 在嫁去孟府之前 长姐将孟家的 大致情况告诉了我 尤其提及了 孟寒山的白月光 二妹 记住 你最大的敌人 就是那位赞助的表妹 她才是孟寒山的 心悦之人 是白月光 我浅笑 心悦 白月光 但凡博览群书 都不会相信 男子会真心心悦 哪个女子 况且 我想要的 可不是区区一个孟寒山 我只要世家宗父的身份 我要成为像母亲一样的 最尊贵的夫人 我与长姐交换了 所有重要信息 这便各自婚嫁 孟寒山喜欢柔弱女子 长姐前世嫁过去后 因为性子刚硬 武力又强 导致孟寒山将她是做异类 长姐每次被肘里面针对 孟寒山根本不会帮衬 拜堂时 我故意脚下一崴 顺势就栽入了孟寒山的怀里 人群宣杂中 我柔声道 服 夫君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孟寒山扶住了我的腰 不疏离 也不够亲密 我明白 她心里或许真的有什么白月光表妹 可她这样的男子 就是凡尘俗世中的一员 不可能为了一只蝴蝶放弃花海 孟寒山的嗓音从头顶传来 无妨 夫人仔细写 送入洞房 孟寒山掀开我的盖头 我怯生生地看着她 含羞待怯 朱唇含笑 表现出一种既害羞又兴奋的表情 我眨眨眼 夫君真好看 我要想在那宅站稳脚跟 首先 我需要自己的丈夫全力支持我 并且无条件站在我这边 所以 即便知晓孟寒山心系他人 我也要装出深情款款 孟寒山明显一愣 玄机薄唇微微一扬 夫人也甚美 我知道自己美 可那宅女子 光有美貌是远不够的 就在气氛刚好时 我脸色一沉 做出为难的表情 轻咬红唇 夫君 我虽嫁给了你 但不会过多干涉你的自由 听闻 你与表妹是青梅竹马 奈何门眉不相配 这才导致家务难成 我 我并非故意拆散你们的 我先把自己摆在一个弱者的位置 他不是喜欢弱士女子吗 而且 大多数男子都是犯贱的 月事上杆子扑上去 他就愈发不当回事 月事得不到的 却心仰难耐 我表面上成全他和百月光 让他和百月光之间没有阻碍 但他很轻易就能得到百月光时 所谓的百月光就没那么珍贵了 果然 孟寒山非但不怒 反而露出几分愧疚 你 听说过我的诗 我点头 长姐得知你有百月光 所以 他嫁去了将军府 我的话点到为止 孟寒山果然很好奇 问道 那你呢 你为何愿意嫁过来 我咬着红唇 五分为难 五分落寞 我 我喜欢你呀 一年前看过你的诗集 颇受震撼 我竟不知 世间还能碰见知己 夫君的诗词 刚好写在了我的心坎上 孟寒山这样的男子 需要人追捧 他清高 自傲 且还有些自大 或许他是个文人 但心机不够 所以 他那表妹 才会轻易俘获他的心 孟寒山露出一抹诧异 惊艳的表情 他还想继续与我常谈 我却恰到好处打断了他 夫君 你快去安抚一下表妹吧 今日你我大婚 他心里肯定不好受 今晚 我不会要求 你待在房里的 洞房且不急 我要等到孟寒山 自己心急才行 而且 新郎官大婚之夜 气了新娘 却去找表小姐 等到明日 表小姐就会被人指指点点 压根不需要我亲自对付 孟寒山的眼神流露出诧异 他对我更好奇了 他和顾渊果然不同 顾渊前世虽射杀了我 但在那种情况下 直接快速杀了我 才是对我最好的保全 否则 很难想象 我身为将军夫人 会在敌军手里 遭受怎样的凌辱 顾渊是彻头彻尾的英雄 他心中有大爱 却无儿女情长 无情 却又有情 可孟寒山是多情的 他的情 皆是小情小爱 这样的男子 很好对付 长姐前世 被活活气死在内宅 皆因他的刚烈性格 可我就不一样了 我随了爹爹 真是太喜欢拨云鬼爵 勾心斗角的环境 仿佛一身本事 终于可以派上用场 我催促 夫君 你还愣着做什么 且去忙你的吧 真的不必管我 我面上含笑 但垂眸的瞬间 流露出了几分 无奈与悲伤 恰到好处的表情 足可以让孟寒山 心生愧疚 绝大多数男子 皆是俗人 就期待女子 为了他黯然伤身 他们甚至很轻易 就会自信地认为 女子们深深爱慕着他们 就算我还没见过 孟寒山的那个白月光 我也敢保证 那位白月光 也是用这个法子 牵绊了他的心 孟寒山倾咳了几声 夫人放心 我今晚一定会回来的 我抬眸 眼中闪过微光 就仿佛瞬间 看见了希望 我目送了孟寒山离开 她走到廊下 还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内心冷笑 长姐告诉我 她前世与孟寒山 成婚当晚 这人就没有回房 让长姐成了孟寒的笑柄 孟寒的人退下后 婢女笑着说 二小姐 方才姑爷看您的眼神 当真热乎乎的 可见 姑爷对您也有好感 二小姐不必在意 那位表小姐 我慢条思理食用酒糟 您脾胃素来不好 我前世备受体弱之苦 这一世不用去边关受苦 我可得好好养着 我但笑 一个表小姐 的确不足挂齿 据长姐所言 孟寒府内宅之所以复杂 是因为孟寒山的两位兄长 皆是长房树出所生 他们都想争权 但孟寒山才是正统的嫡系 是孟家下一任少主 奈何 孟寒山身份虽金贵 却没有养成豺狼本性 他耳根子软 容易被两位树胸蛊惑 我现在是孟寒山的妻子 就是孟家日后的宗父 几位轴里都惦记着这个身份呢 孟寒山再次归来 是一个时辰之后了 他身上有淡淡的酒气 还有一丝脂粉气味 看来 他不仅去招待了宾客 还去见了白月光 我故作无知 从榻上爬坐起来 打了个哈欠 泪眼婆娑 指着下面的地铺 道 夫君 我已经给你打好了地铺 你早些睡下吧 明日一早还要敬茶 长姐说 孟寒山会为了白月光 守身如玉 前世新婚之夜 他便睡了地铺 既然如此 我就先一步成全他 我看见孟寒山明显正主 还流露出一丝不可思议 在孟寒山错愕的眼神中 我似乎很诧异 怎么了 夫君 你见过表妹了吗 可安抚好她了 我是女子 很能理解她的心情 倘若我的心爱之人 娶了旁人 我大概也会肝肠寸断 夫君 你我的婚事是家族联姻 无法更改 等到时机成熟 你可以拿了表妹进门 孟寒山薄纯微敏 突出的猴杰滚动了几下 昏黄烛火下 孟寒山眸光伸了伸 我顺着她的目光 看向了自己的肩 下一刻 我故作娇羞 立刻将衣裳拢了拢 却又做出 油爆琵琶半遮面的姿态 我知道自己美 一个女子的美 在真正的英雄面前 或许不管用 可凡夫俗子都爱美人 孟寒山此刻的表情 就足可以说明一切 而我之所以这么做 也只是试探一二 更进一步摸透她的心性 我拉了被褥将自己盖住 只露出上半张脸 夫君 是我失态了 那 咱们早些睡吧 我翻了个身 背对着她 过了好片刻 身后才有动静 孟寒山老老实实 睡了地铺 可我却偷笑了 前世 孟寒山是主动睡地铺 可今晚 她是不情不愿 次日一早 我梳妆好 犹犹豫豫豫地 取出一条帕子 递给了孟寒山 夫君 我让人在上面 沾了鸡血 不会怪我吧 我担心没洞房的事 会被老太君知晓 会对你不利 孟寒山醋眉 看着我的眼神 有些复杂 我连忙解释 夫君 倘若你我夫妻不和睦 旁人只会联想到表妹身上 恐怕会多生事端 届时 你的名誉可怎么办 表妹也会受到影响 孟寒山伸手 握住了我的肩 她很高 站在我面前 几乎俯视我 长姐说过 孟寒山就喜欢 娇小柔弱的女子 而我比长姐矮了一些 那位表妹 也是个娇俏的玲珑美人 孟寒山颇为欣慰道 夫人 难为你处处替我考虑 至于我的表妹 我日后会处理好你们的关系 昨晚让夫人受委屈了 我玩耳 一半羞涩 一半是满足 夫君 你我是夫妻 说这些话多生分 能嫁给自己仰慕的人 我岂会委屈呢 婆子过来取原怕 见到上面的血字 笑出一脸慈爱 离开屋子之前 我特意告诉孟寒山 那个 夫君 我的身子骨一直雷弱 此前在家中 便常年不出门 你不会介意吧 我把自己的位置又放低 男子最心疼这样的美人 更重要的是 那位白月光 很快就会冤枉我害她 可我倘若只是一个弱美人 如何能害人呢 她安抚我 夫人放心 我会找最好的名医 给你调理身子 我敏唇 羞涩一笑 孟寒山牵着我的手 去前院认清敬茶 那所谓的白月光苏月 也在场 苏月眼巴巴地望了过来 眼底有暗青 一看便知昨晚没睡好 她痴痴地看着孟寒山 孟寒山一正 松开了我的手 我不动声色 假装没看出 孟寒山和苏月之间的眼神拉扯 我给老太君 以及几位夫人请安 顺便认识了 以下两位周理 初不了解了 内宅中的人物 我脑子里 已经有了清晰的布局 一番见李寒暄 我有些乏了 就去了水泻旁歇息 苏月找了过来 她身着一袭粉白色群长 发际上插力 跟蝶练花不摇 略失粉带 身上的香粉气味很熟悉 孟寒山昨晚回房时 身上也染上了这股味道 他们相拥过 但前世时 孟寒山与苏月 直接有了夫妻之时 此刻 苏月看着我的眼神 恨不能将我生吞活泼 我身边的婢女很防备她 苏月 楚二小姐 我有话与你单独说 我笑了 苏小姐 你应该喊我三表嫂 亦或是三少夫人 苏月洁白的小脸 露出十分难堪的神色 我给婢女使了个眼神 让她退下 婢女会议 这就去请孟寒山过来 而此地 只剩下了我与苏月二人了 她更加不伪装 我与三表哥情投意合 少时定情 她娶你 只是家族逼迫 我不动怒 哦 所以呢 前世 长姐直接与苏月争执 她又会武功 干脆打了苏月 等到孟寒山赶来时 自然将长姐施作汉妇 而苏月 还被孟寒山护在怀中 长姐见此景 更加与孟寒山不对付 新婚夫妻之间彻底决裂 可我不同 我只爱玩心眼 一点不想动手 苏月显然更怒了 毕竟 我这个情敌是正妻 而且门第高 容貌名艳 她对我的挑衅 像是一拳头砸在了棉花上 苏月冷嘲热讽 三表哥对我说了 她对你好无爱意 也不会与你同房 更不想让你生下她的孩子 我双眼睁大 一脸不可思议 瞬间眼眶微红 苏月不知 孟寒山已经站在她身后 挤不开外的地方 下一刻 她竟直接跳下水泻 并扑腾了几下 大喊 救命呀 三表嫂杀人了 快来人救命呀 按着前世 孟寒山一直关注着苏月 一定会第一时间赶来相救 男女受受不侵 如此 孟寒山将她从水里捞上来 就只能让她进门 无疑 苏月很会算计 她若是真的可以进门 我倒是不会觉得日子无趣 隔三差五 就可以和她斗一斗 可惜了 孟寒山方才什么都看见了 我红着眼眶 呆若木鸡 旋即 便准备下水救人 孟寒山一个箭步过来 长臂捞住了 我纤细柔弱的腰枝 夫人 你要做什么 我慌慌张张 支支吾吾 仿佛人已经被吓傻了 夫 夫君 先救人 救人要紧 孟寒山本该跳下去 但她迟疑了 而苏月还在水里扑腾 三表哥 你快救救我呀 月儿快不行了 孟寒山扯下我臂弯的批驳 长长的批驳扔入水中 刚好够到了苏月 表妹 你抓紧了 我拉你上来 苏月一愣 但小命要紧 抓住了批驳 她被拉了上来 孟寒山刚要去喊婆子 苏月就扑入她怀中 嚎啕大哭 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 而且对方浑身湿透 孟寒山当然动摇 然而 下一刻 苏月尽到打一把 呜呜 月儿差点就见不到三表哥了 是表嫂推了我 是她推我下水 孟寒山脸上的怜香惜玉之色 瞬间消失殆尽 取而代之的是厌烦 质疑 苏月一个劲地哭闹 我彷徨无措地处在一旁 像受了惊吓的小鸟 失了神 孟寒山前一刻 还搂着苏月安抚 下一刻就将她推开 苏月 三表哥 孟寒山看了我一眼 这才望向苏月 你表嫂不曾推你 你不准信口雌黄 方才我看了一清二楚 还不快向你三嫂致歉 苏月带住 她 三表哥 我是月儿呀 你昨晚还搂着我安抚 告诉我无需心急 你说不会辜负我的 苏月的当面质问 不亚于是打脸孟寒山 而孟寒山这样的男子 即便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也绝对不会允许 有人当面让她难堪 更何况 她的妻子还在场 我盲姐为 表妹 今日府上来了不少族亲 你莫要闹事 会让夫君为难的 有什么事 且等到明日再慢慢说 可好 我的十大体 让苏月更加无能狂怒 可孟寒山看着我的眼神 又变了 仅此一天之内 她的眼神更为温柔 但我心里很清楚 孟寒山并非护着我 她只是 维护她自己的尊严 而我在表面上 与她是统一战线 苏月被婆子带走 此事传到了老太君耳朵里 老太君很是不满 怒视了最爱的嫡孙 老三 你太令我失望了 王我最信任你 也最看好你 孟寒山罕见被训 脸色很难看 她这种独冠圣贤书的男子 最怕被长辈训斥 祖母 孙儿知错 我提着裙摆跪下 祖母 您就别怪夫君了 今日之事 夫君也是无辜的 她也没料到 表妹会那般冲动 不过 祖母放心 孙媳妇一定会找机会 去劝说表妹 咱们孟家乃百年世家 夫君又是您的嫡孙 肩上还得担起门妹重任 一切应当以和为贵 如此 家族才能永保昌盛 老太君一愣 露出笑意 对我十分满意 又赏赐了一堆东西 不愧是储相的女儿呀 果然是大体 看来 这桩婚事当真极好啊 我腼腆笑了笑 却很快表现得端庄大方 祖母 表妹的是 您不必操心 孙媳一定好好处理 老太君连连点头 今日的变故 就算翻篇了 前世 长姐不服就干 忍受不了 孟家内宅的弯弯绕绕 既被孟寒山冷落 又被老太君低看 日子过得很憋屈 也难怪长姐会被活活气死 从老太君院里出来 我主动对孟寒山道 夫君 我去看看表妹 向她解释清楚 以免您与她闹了下戏 孟寒山却拉住了我的手 夫人不用管她 是她自己恃宠而骄 我表面诧异 内心却笑了 听听 这就是男子的心声 她在大婚之夜 还和苏月搂搂抱抱 互诉忠常 这才一天不到 孟寒山就开始对苏月不耐烦了 前世 长姐之所以败在了内宅 便是因为看不懂男子 我反握住孟寒山的手掌 夫君 我是你的妻子 我一定要让你无后顾之忧 如此 你才能全心应对朝堂之事 我去见了苏月 她染了风寒 神色憔悴 一看见我 眼神立刻流露出憎恨 你来干什么 我唇角含笑 看着苏月的眼神 就像是看着画本子里的小角色 前世 长姐之所以输给她 八成是因为长姐太刚烈 不会演戏 可我太爱演了 自幼体弱的缘故 我无法出远门 母亲便寻来很多画本 家中也时常请来西班子 与我而言 人生如戏 苏月慌了 你笑什么 我摇了摇头 好没意思呀 对手太弱 我自是觉得无趣 也不知长姐眼下如何了 按着长姐的性子 她去了边关 大抵会像脱了江的野马吧 苏月更急了 你到底在笑什么 你以为你赢了我 三表哥与我年少定情 我已经是她的人了 呵 难道我会在意 区区一个孟寒山 她的身份倒是可以利用 当然 我最终一定会生下孟家的笛子 所以 孟寒山还有一个作用 便是生孩子 除此之外 我想不出留着她的理由 我 多谢表妹帮夫君启蒙 如果没有你 也会有其他通房替她启蒙的 苏月以为 她会气到我 可事实上 我不稀罕男子的真操 我要的东西 始终很明确 苏月圆木怒瞪 你将我比作了通房 我是孟家的表小姐 我始终情绪稳定 你不过只是二嫂的娘家人 算哪门子的表小姐 我会与夫君说 让她难你为妾 苏月歇斯底里 不可能 我不做妾 我要当平妻 真傻呀 我爹是当朝丞相 我才嫁进门 孟家怎么可能让她当平妻 我 是吗 我可以帮你求情 就看夫君是否愿意 抬你做平妻了 你也知道 夫君是个顾全大局的人 苏月正住 你会那么好心 你这个女子 你一定不怀好意 不然 你怎会毫无情绪 我奄然一笑 让表妹见笑了 我身子鼓素来不好 动情绪会伤身的 表妹也要保重身子呢 看着苏月气急败坏 我满意离开 傍晚时分 孟寒山归来 见我脱腮沉思 她柔声询问 夫人怎么了 我装作猛地回过神 四目相对的瞬间 我又避开视线 显得犹豫又为难 孟寒山很关切 夫人 到底怎么了 你 你见过表妹了吗 可安抚好她了 到底是年少定情 孟寒山心里还是有苏月的 但 这种情 也只建立在男女的原始冲动上 不会维系太久 我轻叹了声 夫君 我原本打算先帮你纳妾 可表妹不同意 她要当平妻 还说 她早就是夫君的人了 这可如何是好 我一言至此 孟寒山流露出极为窘迫的表情 她是世家子弟中的翘楚 自年少时就被人称赞 是清风朗月的君子 她身边也没什么阴厌厌 亦或是通房丫头 只有一个年少定情的白月光 她素来以君子的德性要求自己 虽然 她可能是个不太聪明的男子 但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伪君子 所以 自己的妻子说出这番话时 她甚是窘迫 更重要的是 我半分没有责怪 亦或是吃醋 而只是表现出理解 她便更误错了 就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 前世 长姐得知了孟寒山与苏月之间的事 她雷霆大怒 将孟寒山一通大骂 而孟寒山本人 十分在意德性 名誉 故此 长姐等同于撕开了孟寒山的面具 可我不一样 我会假意维护她的尊荣 我忧心忡忡 夫君 眼下若是直接娶平妻 会对夫君的名誉不利 万一被预使参议本 可就难看了 咱们得想法子说服表妹 要不 先以妾室身份进门 过一两年 再台为平妻 如此可好 我拉着孟寒山的手 先先玉手轻轻巴撒她的虎口 见有一个伤疤 故意问道 咦 夫君的手受过伤 当时疼吗 长姐告诉我 孟寒山少时被逼着练字 冰天雪地也不准歇息 一次偷完 被已故的老太爷用枯枝捅破了手 故而留疤 见我如此关切她 孟寒山脸上的愧疚更甚 夫人 你为何事事为我考虑 她的眼神真诚 带着一丝不可察觉的炽热 以及 欲念 一个美貌温柔的女子 对她释放出了无尽的包容与爱意 她心动了 竟如此之快 我之前猜得没错 孟寒山是个多情人 我寒情默默 夫君 你真傻 你我是结发夫妻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且不论旁人 你我此生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呀 将来死后 咱们的孩子 还会将你我葬在一处 我自然与你同心同力 我提及了现状 将来 死后 我与她皆是捆绑在一块的 孟寒山更加动容 她眸光沉了沉 嗓音音哑 夫人 男人的脸一点点靠近 她的呼吸也有了微弱的变化 我知道 她下一步要做什么 孟寒山扣着我腰支的长臂收紧 就在她即将吻过来时 我却撇过脸 避让开了 故作娇羞 夫 夫君 我 给你打地铺 前世 这人一直冷落长姐 我那心性傲慢的长姐 几时受过这样的委屈 我得替长姐虐她一阵子 况且 眼下还不是时候 我更不能在这个阶口眼下有孩子 除缺一个苏月 内宅还有两位 轴里要对付 孟寒山必须稳坐家主之位 如此 我才能是正儿八经的高门主母 这一晚 孟寒山待在镜房的时间明显变长 夜间 她在地铺上翻来覆去 似是无心睡眠 还起夜喝了好几次茶水 她正血气方刚 娇妻又美艳温柔 她自视难做柳下慧 次日回门醒亲 孟寒山早就命人准备好了灯门礼 她这人可以给族女子体面 但也可能翻脸不认人 全看能否抓住她的心 上了马车 车咕噜转动 我身子一斜 倒在了孟寒山身上 她顺势抱住了我 我脸色微红地看着她 夫君 让你见笑了 我的身子实在柔弱 孟寒山眼伤含笑 无妨 她似乎很受用 抱了我好一段路 才不舍得松开 我故作羞涩无措 孟寒山也动情了 车内气氛一下就暧昧起来 可见 就算男子心里有白月光 也不妨碍他对别的女子动情 话本里写的都是真的 我方才算是亲生验证了一下 抵达乡府 我笑意灿烂 假装无意说出口 母亲 夫君待我极好 这话是故意说给孟寒山听的 先把她摆在一个良夫的高度 她就会自行履行良夫的义务 她对爹娘毕恭毕敬 态度甚好 喜间 还担心我会吃醉了梅子酒 好几次叮嘱我 真真是疼爱有加 晌午 我在乡府归房歇喜 母亲将长姐送来的书信交给我 长姐大婚第二天 就已经跟随顾渊前往边关的府邸 她在信中说 大婚之夜就将顾渊给办了 我五唇窃笑 顾渊就是一块硬石头 前世因为我身子弱 她生怕伤及我 洞房愣是中途戛然而止 想来 长姐与她倒是匹配的 其实 我并不恨顾渊前世的一件之仇 那种情况下 换作是我 也会毫不留情设下一件 回程的马车上 我故意装醉 退去了淑女的端庄 横坐在了孟寒山身上 捧着她的脸 笑嘻嘻道 夫君 你真是秀色可参 我主动亲她 几乎是瞬间 孟寒山就绷不住了 化被动为主动 然而 我没有让她得逞 她欲要进一步时 我在她怀里昏睡了过去 我是装的 也是故意为之 并且 再次苏醒时 我会装作忘记了一切 让她独自一人回味 马车里的香艳 以你 抵达孟府 我继续装睡 孟寒山本可以将我唤醒 可她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将我打横抱起 她亲自抱我回府 我的脸搭在孟寒山的肩头 随着她的动作 唇看似无意擦过 她的脖梗肌肤 而事实上 是我还是故意为之 孟寒山明显一正 非但没有必让我的碰触 反而将我抱得更紧 这时 一女子饱含委屈 与埋怨的声音传来 三表哥 你们怎么能这样 你和她 孟寒山愣住 要知道 成婚当晚 孟寒山还对苏月承诺过 她并不爱自己的妻子 她的心一直都在苏月身上 可这才两日过去 孟寒山就已经抱着我进门了 我装作被惊醒 悠悠睁开眼 一脸茫然 夫君 怎么了 我伸出手圈住了孟寒山的脖梗 似乎担心自己会掉下来 苏月健壮 被刺激得更厉害 她竟然破口大骂 狐狸惊 狐妹子 好笑得嘞 我抱着自己的丈夫 我怎么就成了狐妹子 难怪长姐上辈子会被气死 你长姐的性子 当真半分忍不了 可我只觉得好玩 玩弄孟寒山的心 让苏月无计可施 此刻 孟寒山的脸色明显不太好看 她这人要体面 最厌烦被人当众斥责 苏月仗着她的心愿 一次次挑衅她的底线 果然 人不能随便动情 否则会失控的 苏月爱慕她 可我并不 我装作刚回过神 连忙推了推孟寒山 夫君 你快放我下来吧 万一表妹误会了 那可就糟了 孟寒山神色复杂地看了我几眼 这才将我放下 我揉了揉胸口 故作纯真无知 苏月却好似一下就明白了什么 气到跺脚 三表哥 你怎么如此对我 你负了我 她转身跑开 中途抬袖擦了眼泪 我将在原地 拉了拉孟寒山的衣袖 为难道 夫君 你快去哄哄表妹吧 你就说 我醉了 你才会抱我进门 孟寒山见眉青醋 她的内心已经在动摇 甚至开始 拿我与苏月做对比了 我又催她 夫君 你快去呀 表妹都哭了 孟寒山或许的确记挂苏月 可我如此一说 她必定不会去 毕竟 我才是她的妻 而苏月无名无分 孟寒山见我如此实大体 她自己也潜移默化地端正做派 夫人 你真好 至于表妹 她太爱耍性子了 且随她去 我握住了孟寒山的手 夫君 我相信 表妹会想通的 夫君是男子大丈夫 志在家国天下 又不能整日围着女子转 孟寒山眉目舒展 看不出一丝对苏月的忧心 将我的手握得更紧 还是夫人了解我 当晚 我让人提前给孟寒山打好地铺 孟寒山归来时 眼神有些古怪 我明知顾问 夫君 怎么了 可是觉得地铺太薄了 我再给你添加一床被褥 明日一早 我让婆子多准备几床被子 如此 夫君睡一整个冬天的地铺 都不会觉得冷 一月后 我收到了长姐的来信 信中 长姐规避了一切可能会遇到的风险 她还说服了顾渊 让她参军 顾渊考验了她几次 长姐每回都顺利通关了 顾渊才答应了她 长姐在信中说 她终于找到了心知所向的夙愿 她要当一位女将军 我为长姐而高兴 前世 倘若我没有那般体弱 或许就不会被敌军掳走 也不会一箭被杀死在城墙上 这阵子 我暗中与爹爹见面了几次 让她在朝堂上大力栽培孟寒山 从而引起孟家两位树兄的嫉妒 同时 我与两位轴里偶尔打叶子牌 我故意流露出金贵富有的状态 让两位轴里对我极度羡慕恨 而很快 另有一条消息乍响 在看似平静的内宅 激起了一阵不小的动静 苏月有孕了 孩子是谁的 不言而喻 前世 苏月为了陷害长姐 她故意在长姐面前摔倒 牺牲了腹中的孩子 只为博得孟寒山的联系 以及彻底挑拨长姐与孟寒山的夫妻关系 苏月用那个孩子 换取了贵妾的身份 也弃杀了我的长姐 让长姐受尽冤枉与屈辱 但这一事 孟寒山与我成婚后 不曾碰过苏月 孩子是在婚前怀上的吗 我但笑不语 婢女替我抱不平 二小姐 姑爷太过分了 怎么能让一个没名没分的女子先有孕 你乃相辅千金 嫡子还没生出来 如何能接受述出的孩子 我饮了口玫瑰花茶 唇角勤笑 本想打趣一下苏月 可没想到孟寒山这个时辰 会火急火燎赶回来 我忙改了说辞 不得胡说 夫君的孩子 就是我的孩子 表妹虽无名无分 可那孩子也是夫君的第一个孩子 我心里虽难过 但也替夫君高兴 孟寒山站在门廊处 他步子一顿 我朝着他看过去 在他眼中看见了急切 以及愧疚 孟寒山大步走来 他刚下潮 却没有去看苏月 而是第一时间前来安抚我 这个男人 已在我的鼓掌之间 我站起身 露出强阳欢笑的表情 明明伤心到了极致 却还要故作坚强 夫君 你回来了呀 告诉你一桩好消息 表妹有孕了 你要当爹了呢 孟寒山这种男主 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孩子 哪怕是输出 可他看上去 并没有太开心 夫人 我 我抬手 指尖抵在他唇绊上 夫君 我都懂 谁年少时 不曾心动过呢 我当初第一次 看见夫君的诗集 也曾心动不已 所以 夫君呀 你不必对我解释什么 孟寒山甚是动情 一把将我抱住 这段时间以来 他愈发喜欢碰触我 时常会动情 但我与他始终保持一个界限 因为 我明白 还不到时候 孟寒山并没有去看苏月 只是命人送去了一些补品 在我第三次提出 让孟寒山去看他苏月时 男人将我搂住 忽然稳住了我的唇 他的唇 猛烈又热切 与他表面上温润如玉的模样 截然不同 一吻闭 孟寒山意犹未尽 我一双湿漉漉的眸子看着他 孟寒山轻叹 知意 我只恨相逢太晚 我玩儿 怎会呢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 夫君 有你 真好 孟寒山联系地 啄了一下我的唇角 知意 从今往后 你我之间没有外人 苏月怀了我的孩子 我会给他一个名分 但也仅此而已 我抱着孟寒山的腰 脸贴在他胸口 听见他慌乱的心跳 他现在就像一个牵线木偶 而线的另一端 握在了我手里 我道 夫君 你不必给我承诺 我只要能以妻子的身份 待在你身边 每天可以看见你 便心生欢喜 你好 我必安好 孟寒山将我抱得很紧 埋手在我脖梗间 深呼吸了几次 我能感觉到 他恨不能将我揉入骨血中 次日 我头疼欲裂 孟寒山胶着万分 要亲自带我去见神医 哪怕神医 住在深山老林里 可马车刚行驶到半路 孟府的小丝追了上来 三公子 不好了 苏小姐有落红的迹象 腹痛不止 孟寒山醋眉 她流露出心急之色 我明白 她这样的人 即便不再喜欢苏月 也不会对苏月置之不理 她就是个所谓的老好人 而这样的老好人 其实是很多 深闺女子的客行 我柔柔弱弱地 拉住了她的手 夫君 你赶紧回去看看 孩子要紧呢 我的身子是老毛病了 我自己可以去见神医 孟寒山犹豫 我冲着她笑了笑 仿佛是在痛苦之下 挤出了笑意 夫君 且听我一言 你的孩子最要紧 孟寒山动容了 那毕竟是她的第一个孩子 孟寒山离开之前 交代了护院 一定要照看好我 她策马急迟离开 我先开车帘目送她 似乎十分不舍 孟寒山回头看了一眼 与我四目相对 仿佛望眼欲穿 下一刻 我落下车帘 断开了视线 露出了一抹得逞的笑意 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 马车还没抵达神医府底 我就被绑架了 三少夫人还真是国色生香 三公子怎么舍得丢下你一人呢 真是不识货 可怜了美人 红颜薄命 今日是非死不可了 泽泽 不如死之前 先和我们哥儿几个快活一下吧 哈哈 我实在柔弱 故此 胆人懒得绑住我的手脚 我故意问 你们认得我 你们是什么人 既然要杀我 至少让我死得明白啊 我哭哭啼啼 可怜极了 美人梨花带雨 自然也美极了 其中一汉子严明身份 小美人 那今日就让你死个清楚明白 我们是大爷的人 我震惊 大哥 他为何要害我 我可是他的弟妹啊 汉子笑了 三房不消失 长房和二房如何能崛起 几个汉子叙叙叨叨 有人开始拉扯自己的衣襟 看着我的眼神充斥着欲望与野性 而我却内心狂笑 这阵子 我爹对孟寒山的器重 已经让孟家两位树兄辈敢威胁 孟家只有一人 可以再试图大展宏图 孟寒山一旦真正起事 树出的两房将无出头之日 再加上 我数字在两位轴里面前提及 我是如何受宠 爹爹是如何在意我的死活 倘若我出事 爹爹不会放过孟寒山 只要我死了 湘府就不会器重孟寒山 毕竟 孟寒山宠妾灭妻 她为了一个苏月 直接抛下了妻子 单单是这一点 湘府就不会放过她 我成功拿捏了所有人的心思 这才一步步走到这一局 前世 孟寒山耳根子软 宁可相信两位狼子野心的树兄 也不会将长姐的提醒当回事 人哪 有时候当真要亲耳听见 亲眼看见 她才会真切体会 我让人事先给苏月下了假孕药 逼着她争宠 孟寒山就算现在厌弃她了 也不会不顾及她的孩子 孟寒山就是这么一个人 看似君子 也行君子之事 可又似乎谁都对不起 然而 我的人早就准备好 时机一成熟 就会告诉孟寒山 我被掳了 她不仅会得知苏月假孕争宠 也会拼死赶来救我 这一局 关键之处 就在于时机 每一个时间点都要算对 不过 就算错了 我还有最后一招 那便是我爹 在不远处 我楚家的护院早已埋伏 一旦发现孟寒山无法及时赶到 孟家的人会先救我 总之 这一局 最差的结果是 我毫发无损地回去 且苏月彻底失宠 与我而言 是稳赚不赔的一局 孟寒山是个聪明人 他会在沿途看见很多线索 而那些线索 是我故意留下来的 比方说 落下的帕子 耳坠 孟寒山火速带人 潜伏了过来 他亲耳听见了一切 是他的两位兄长 要杀了他的妻 再嫁祸在他头上 利用他宠妾灭妻的罪名 让湘府对他赶尽杀绝 这一局的最后关头 我还不忘演一场 汉子对我露出猥琐的欲望 他解开外场 朝着我扑来 我大喊 我生是夫君的人 死是夫君的鬼 别碰我 我咬舌自尽 孟寒山也是这个时候冲过来 放开他 护院将汉子围攻 孟寒山亲手杀了两个人 他浑身颤抖 脸色铁青 眼底充斥着怨恨 这一刻 他所坚信的兄弟情深 已经彻底崩塌 他敬重的两位兄长 要杀了他的妻 并且要将他毁于一旦 他扑向了我 一把将我抱住 我而埋手在他胸膛 仿佛终于忍不住 一番痛哭 呜呜 夫君 你怎么这般可怜 原来 两位兄长都想毁了你 我一定会去求爹爹 让他在朝中立保你 夫君 你说 两位兄长会不会暗中害你 那可如何是好 对了 表妹没事吧 孩子保住了吗 我字字句句 都在关心孟寒山 却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处境 孟寒山以一种 极为怜惜的拥抱方式 将我的头抱在他的胸膛 双臂收紧 像是对待事而复得的宝物 夫人 知义 为福在 你不用怕 我闺名叫楚知义 他第一次喊我的名字 他动情了 人在危难时候产生的感情 是最容易刻骨铭心的 同时 也会制造出一种真爱的假象 我在孟寒山怀里哭晕了过去 他将我抱起 走上马车之际 还联系地亲了亲我的额头 上了马车 他更是时不时亲吻我的面颊 动作轻柔 不敢造次 像对待一件一碎的琉璃娃娃 孟寒山嘀嘀道 夫人 我对不住你 我一直在装睡 内心在笑 甚好 这一局 我又赢了呢 为了我的轻欲 孟寒山没有将我被掳走的消息泄露出去 但他命人将几个壮汉的尸体 送去了掌房 这算是向他的树胸示威 并且彻底决裂的意思 长姐前世气到吐血 也没能说服孟寒山认清现实 可他眼下却对树胸生物痛绝了 我被抱去卧房 孟寒山一直守着我 苏月亲自前来解释 孟寒山不想见他 他便站在门外大喊 三表哥 我也不知为何胎像是假的 我并非故意欺骗你 你出来看看我呀 孟寒山担心苏月惊了了我 他走出屋子 因为对苏月没有了从前的心悦之情 他更加理智地看待她 你是二嫂的娘家表妹 算不上我的嫡亲表妹 苏月不解 三表哥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孟寒山仿佛对一切了如指掌 他已经看透两位树兄的真面目 连带着苏月 他也不信任了 孟寒山 你先是假孕争宠 今日 你故意装腹痛 又将我引走 调虎离山 如此 我的妻子才会险遭迫害 苏月 你经这般歹毒心狠 一切都说得通 孟寒山对他自己的推断深信不疑 夫人他处处为了你考虑 他身子娇弱 心思纯良 你却要置他于死地 算我看错了你 我会替你安排婚事 但我不可能再接受你 你走吧 苏月彻底僵住了 他试图拉住孟寒山 却被他一手甩开 孟寒山最后一丝体面都不给他了 苏月 你其实是受二嫂指使吧 你从一开始接近我 就是带着目的的 苏月不可思议地看着男人 下一刻 孟寒山直接挥秀 来人 把二房的表小姐送走 既然有孕是假的 又既然孟寒山已经彻底怀疑苏月 他自是不可能留下他 此刻 我睁开眼 笑了笑 这就是男子所谓的情深似海吗 可笑的是 前世 孟寒山的确将苏月当作心头百月光 还不惜伤害自己的发起 这一世的苏月 还是那个苏月是同一个人 而孟寒山却弃之必喜 苏月歇斯底里 许久 才没有动静 孟寒山进屋 我已经靠在了软枕上 我满脸不解 孟寒山似乎觉得他自己挺聪明 分析得头头是道 一切都是长房和二房的阴谋 就连苏月也是二嫂安插过来的眼线 知意 这世上只有你对我最好 也只有你才是真的爱我 我哭得像真的一样 幸好夫君早日识破了他们的计谋 也幸好夫君这次无恙 可是夫君 咱们和两位树兄闹下戏了吗 会不会不太好 家和才能万事兴呀 孟寒山温柔地吻了我的发心 傻夫人 你心里想着家和万事兴 可旁人只想将三房取而代之 夫人 你太单纯 也太善良了 为夫日后得好好保护你 我往男人怀里缩了缩 嗯 孟寒山抬起我的下巴 我面染红侠 一双乌蒙蒙的毛子 一顺也不顺地看着他 男人吻过来 险些失控 我趴在他胸口 大口喘气 孟寒山似乎很愉悦 一边给我顺气 一边清理我耳机碎发 致意 给欺辱你 我此生无憾 我心里暗暗叹气 他是无憾了 可我却略有遗憾 这内宅 也没甚挑衅呀 不知长姐那边的情况如何了 孟寒山费了好大劲 才将神医请到府上 替我调理身子 神医 我夫人身子骨如何 几时能好 无论多名贵的药材 只要能让夫人康健 我孟某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神医给我把脉看诊 告诉孟寒山 我体弱 不能动目 神医还特意交代 夫人二十岁之后再生养 方才妥当 我才时期 也就是说 三年后生孩子 才是安全的 我以为孟寒山会急着要孩子 谁知 他却释然一笑 那就好 只要夫人身子无恙 便是晚些要子嗣 也无妨 他拉着我的手 似乎很满意这个诊断结果 知意 为夫被你吓坏了 还以为你的身子骨 有多大的问题 万他欲言又止 我看懂了他的言下之意 他已经彻底心悦上我了 爹得知我在孟寒的一切情况后 颇为欣慰 他全力扶持孟寒山 让他成为了太子的心腹之一 孟寒山的两位树兄被死死压制 苏月许配给了商户 苏家那边示威 不敢反对 苏月离开孟寒当日 我去见了他 他双目赤红 几日未见 轻瘦了一大圈 人也不如从前水灵 他其实就是一个小家碧玉 没有尊贵的出身 也没有明艳的容貌 我在想 他前世之所以可以赢了长姐 无非是因为他抓住了孟寒山的心 人心这种东西 一旦得到 当真可以如虎添翼 苏月怒斥我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你赢了 你内心是不是很狂妄 我倾笑摇头 非矣 我压根就没将你当作对手 苏月还在破口大骂 我非但不怒 反而给他添了一笔嫁妆 孟府上下都在夸赞我 有容忍的哑亮 不愧是将来的当家主母 容忍哑亮 我笑了 我越是对苏月好 孟寒山就越不会将苏月当回事 并且 在孟寒山心里 我与苏月已完全不是同一种人了 当晚 孟寒山从镜房出来 他指着中医 衣领大开 露出修认胸膛 男人眼神炽热 一步步接近我 我仿佛受了惊吓 缓缓后退 直至无路可退 被他摁在了床柱上 我眨眨眼 双手摁在他胸膛 夫 夫君 你怎么了 孟寒山像吃醉了酒 但其实 他病了饮酒 他只是上头了 动情了 他见我吓傻 更是愉悦 富而轻笑 夫人 你我成婚这样酒 你还让我睡地铺 我家夫人 不会这般心狠吧 我似乎很诧异 问 不睡地铺 那 那你谁在哪里 孟寒山忽然搂住了我的腰 将我提了起来 下一刻 我二人双双倒在了松软的床榻上 孟寒山很有耐心 但这股耐心中又饱含极切 好夫人 知意 让维夫上他睡觉 可好 我懵懂点头 孟寒山笑出声来 一只手已经探入绫罗裙摆 我脸色胀红 撇过脸去 却被孟寒山戴住了红唇 他一直在换我的名字 一声声夫人 致意 红蓝帐内 光影摇曳 我迷迷糊糊中 听见孟寒山说 夫人不必担心 为夫服用了婢子药 暂不会让你受孕 孟寒山实髓之位 得知我只是体弱 并无其他不适后 他更加变本加厉 我的心腹悄悄告诉我 苏月出阁后 因性情过分倔强 误杀了他的小姑子 导致他被傅家休憩了 苏月不死心 就在衙门外 蹲守孟寒山 缠着孟寒山 让孟寒山对他负责 换作是从前 孟寒山或许会管他 但苏月已经嫁过人 而且他当着同僚的面 让孟寒山掩面尽尸 故此 即便孟寒山想当君子 也不可能让他善终 这一天 我外出陪同母亲看戏 苏月竟突然从戏园子的角落冲出去 他近乎咆哮 妖女 你一定舍什么妖术 诱惑了三公子的心 他本该爱我如命的 你长姐都斗不过我 只能被我气死 你凭什么赢我 苏月要杀我 被护院敲晕了 母亲惊魂未定 孟寒山赶来时 母亲斥责了他 事已 孟寒山更加厌恶苏月 命人将他送回苏家 而我却愣了愣 苏月也重生了 什么时候重生的 不过 无关紧要了 因为长姐前几日又给我寄了书信 她那边一切顺利 不仅避免了被敌军掳走 她还砍了敌军副将的首级 顾渊敬佩她是个奇女子 给了她足够的机会去成长 历练 如今 边关战报每次送达京都 皇上都会大力包赞我爹 说我爹养了一个金国女英雄 边关的战绩 一道又一道送入京 长姐成了一个神话 她多次协助顾渊作战 夫妻二人携手 拿下了南蛮的半壁江山 直到南蛮写了详书 并奉上大量金银珠宝 大舟才停止继续进攻 次年开春 长姐与顾渊班师回朝 孟寒山很期待见到她的连金 还毫无保留地夸赞长姐 夫人 你那长姐完全不输给男子 据说 她连胜了好几次战役 岳杖大人不愧是当朝丞相 她养出来的女儿 都是世间极好的女子 你长姐从武 是大舟的女英雄 而夫人你 也是上舱赐给我的礼物 我玩耳一笑 小鸟依人一般 靠在孟寒山怀里 她大概永远都不会知道 她如今所敬仰的女英雄 是她上辈子最厌恶的妻子 长姐与顾渊凯旋回京 宫廷设宴 时隔一世 再次见到顾渊 她比前世从容儒雅 也不会一直猝着眉 她的目光会时不时看向长姐 长姐与旁人叙旧时 偶尔朗声大笑 顾渊见此景 唇角也会露出笑意 喜欢一个人 目光才会不由自主地追随着她 我走向顾渊 打了声招呼 姐夫 她一愣 并不认识我 但姐夫这个称呼 让她很快猜出是谁 这人朝着我汗手 无半分不敬重女子的意思 原来是楚二小姐 常听夫人提及你 说你聪慧美艳 世间难得 孟寒山凑过来 插了话 顾将军 你那夫人也同样难得 长姐走来 拉着我去一旁说话 我二人已经许久未见 但一直互通书信 得知苏月下场 长姐已经没有大愁得抱得畅快 她只是唏嘘了一下 前世的是太过遥远了 我已经不当回事 二妹 幸好你我换婚了 我终于明白活着的意义 我此生不该困于后宅 我也有自己的抱负 二妹 你知道吗 当我驰骋在边关旷野时 我忘记了自己是个女子 我追随着顾渊 总觉得我也可以和她一样 成为大洲的将军 二妹 我做到了 我点头 笑了笑 长姐 我眼下也很满意 我要给孟寒山当鲜内住 让她成为全臣 而我则将成为京都最尊贵的女子 我与长姐相识一笑 这一世 我二人虽还是都嫁了人 但性质截然不同 前世是因为嫁人而嫁人 这辈子 却只是为了自己而活 长姐活成了女将军 我则会一步步成为全臣之妻 至于丈夫 这个角色的存在 不过只是锦上添花 是我与长姐完成夙愿的得力工具 转眼 我二时了 郎中诊断出有孕时 孟寒山红了眼眶 知意 咱们有孩子了 是咱们共同的精血孕育出的孩子 长子出生那日 孟寒山又哭 知意 我此生就为了你们母子两人而活 许多年后 顾渊战死 长姐成为了顾家的家主 她的几个孩子还没长大之前 她便是三军统帅 她也是大周有史以来 第一位女帅 因为长姐的存在 大周女子的身份地位拔高了不少 长公主受长姐影响 积极争取皇位 成为了第一位女帝 无人知道 长姐背后的军师 并非是她的丈夫顾渊 而是我 一直都是我暗中给长姐出谋划策 孟寒山活到了60岁 死时还不放心我 拉着孩子的手 一句句交代 一定要护好你们的母亲 孟寒山带着对我的牵挂 离开了人世 她到死还以为 我爱她置身 还说 下辈子继续做夫妻 我嫁她之后 被她宠了大半辈子 我对这个男人 谈不上深爱 但也没有什么愿 转瞬 我与长姐都到了 苍苍白发尔顺之年 长姐与我游山玩水 身子骨一致很好 我二人果断搬到一块居住养老 长姐弥留之际 笑着说 二妹 这一次 你我选对了 她此生无憾 走得安详 我时常在想 人生就像一把锁 只有合适的钥匙 才能顺利打开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